當你一起在這裏 下上拳 他很難搜到你的 當你做熟了之後 Double Step Back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rey 上次剛剛講完一個運球的重心 下上下上 有沒有做好那個練習 有沒有記得不是 BOOM 不是這樣 不是用力彈上來 看著看清楚 看清楚 是這樣 拉 不用力的 啪啪啪 拉 你拉得到的話 你會做到這樣的 不是用力 不是啊 是啪啪 拉 做不做到 做得到的話 今天這個對你來說 很有用 今天會教就是 Harden的Step Back 包括Double Step Back 好了 Harden的Step Back 就是剛剛上次都講過 它是Harden的動作 用上 用得很漂亮 上重心很漂亮 下重心他都有用 下重心就是 插,插,插,插咕 我冲进来,右手打进来,我波,step back,对了,肩后射,准备了 冲,对了,对了,good,good shot,OK 大家看不看阿豪的动作?一个step back,距离不少的,也射得入球的 但阿豪很清楚,他这球的step back,差点就跌了在那裡 对了 为何呢?我们再看一次阿豪的step back 对了,冲进来,停,对了,你看到他们是如何跳的? 他们冲进来之后,冲进来,这样跳,对吧? 你第一步看着,整个动作我放慢 蹲蹲踢,重心向下,彈出来,然后合起脚,差点蹲下,但是射得入 这是刚刚豪成的动作 这个动作不是不好,但是有什么不好呢? 在我们亚洲人来说,这个动作是很难做得很好 除非你的肌力很好,你的肌肉的power很厉害 不是说你不行,你可以继续练习你的肌肉 但是我的style就是,我会保护球员的话 我宁愿他练习好重心和法力,你不会受伤 一样做到这个动作,而且会更加稳定 你看阿豪刚刚做完之后,他做到 年轻球员确实做到,你有力,老了做不到 年轻球员冲进来之后,你弹得后的,平衡不好 你看他飞的,他进到这一球,但是这一球 再来吧,再来吧,右手,你做回同一球 做回同一球,不信,好,左手,不信就做这边 来吧,来吧,准备 再来吧,我们刺一下,最后一球 再来吧,再来吧,再来吧,好 做到,但是你看到我的步呢,迟钝了 进了一球,不进一球 阿豪射球呢,中上水平 step back呢,你有很多东西要控制 第一,你要对抗你的对手 第二,调整你自己的重心 第三,射球,控制你的palmacy 也要避开别人对你的防守 如果阿豪这个动作 换着下重心和上重心的话 他会怎么做呢 首先再解决最后阿豪的动作 我们向下,阿豪就向下冲 然后跳 这只脚拉后,然后射 当你跳这下的时候 首先你有自己的体重 加上你向前的力量 你要在这里用一只脚的力量 整停自己 再弹出去 你用的力量是会平常的三倍 因为自己的力,冲力和弹开 driple,三倍 所以你弹完之后 第一,弹得不会很远的 阿豪轻身,年轻,有力 他都弹得OK远 但是他要合起脚了 而我这个年纪的位置 基本上原地没有分别 如果下一个下上重心 会怎么做呢 我们冲上去 首先下 停了先 人是直的 当你 彈起 重心立刻拉上 彈出 距离 和阿豪刚刚一样 但是看清楚 我落地的时候 是平稳了的 再看一次 OK 冲上去 首先第一件事 记住冲上去 我们要把力量拉下 我们要把力量拉下 整平自己 扭停 用这只脚停的 再看一次 冲上去 停 拉下 拉下 向下 向上 大 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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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冲进去 拉起 彈后 刚刚示范了 向下 向下 立刻拉上 刚刚就是 向下 彈后 拉上 射入球 记住 上次可能 做step back 的时候 今天我不示范右脚 右脚有点痛 所以我只示范左脚 如果我们又要求完 左的step back 应该会差一点 注意 记住 做好这一件事 向下 OK 向下 然后 向上 harden 的step back 就是这样的了 正常 平时是这样的 首先 建议你就是怎么样 砰 砰 过它一次 OK 首先过它一次 跟着 然后 它就会向后吞后半步 吞后半步之后 然后 开始 再过一次 先 阿豪手环好劲 好了 然后带着 再看一次的動作 不用抬著 好 再看一次 拍拉彈 當你有下有上 明白 拍拉彈 OK 再來一次 OK 拍拉 自動縮後 好 五集沒計 明白 當你放在這裏 下上 拳 很難搜到你的 因為當你的重心 拉上的時候 一拉上的時候 下 下 一拉上 基本上 看你試不試進去 明白 拉下拉上 拉下 拉上 有沒有問題 當你練熟了 下上之後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你之後 你就可以做到 我們接下來教的 Hesitation 就是大拳 就是大拳 平時 一摘 我們下次 就說這個 好好練習 看多一次 最後一次示範 記住 向下 拉上 彈後 打個蹬 再次 立刻 速度 二腳 打個蹬 打個蹬 第四個跳 好 準備 再來 再來 哎呀